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节目 今天我们想先来看一段视频 看完这个视频以后 我们再去分析这个事情 这是近期在我们云南丽江发生的一件事情 大家请看视频 求求了 最近就别来我家 太日照金山了 去那三月里 我和朋友在学生下 做了一个老房子改造 历史半年时间 将破难不堪的老房改造成了这样 我们的初衷也很简单 打造属于自己的 向往的生活 不对外营业 但每一个角落来 都是某种情仿的样子 前前后后招募了 十几位手工或不错的一工 来体验这种适合远方的生活 十二月是日照金山的季节 这也是我当初租下镇里的一点私信 不用再日思夜想就能偏偏看一场日照金山 在分享了一个月的日照金山后 就有许多网友表示 他们也想来我家一起看日照金山 于是我们做了定位 三天之后火爆的场景出现了 从一个人看日照金山 瞬间变成了两百多个人一起看日照金山 我很喜欢一句话 分享是最高级的浪漫 由于我家渊子还达不到收费的标准 在路上十四年的我深知 每一个人的每一场旅行都是不容易的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人流 我天真的一回 不用预约 不收费 每天天平亮就起床 剪柴 生活 布置现场 组织游客一起开日照金山 一起排日照金山 在我温暖了他们的同时来 每天也有好些游客温暖 比如给了我家小狗零食的大哥 还有小姐姐会专门买一束花送给我们 那几天我都觉得 我所有不求回报的付转都是值得的 我们的尖山小院不只有诗和远方 还有人情冷暖 那段时间真的好美好美 但是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过年初三到初十 我家处于一个没有人在家的状态 而在家过年的我 每天都是在煎熬中度过 即使我跟所有私信我的网友说了 你们拿我家看日照金山可以 但是不要进到院子里面 在我们拍日照金山的玉米滴里面 拍摄就可以了 那里也是我自己拍视频的地方 但是还是会有好心的网友 时不时的给我发来私信 比如我家的渣男坏了 这里反正渣男怎么全被破坏了 例如我家工作间的门坏了 已经就是被人乱想破坏了 不到谁也破坏了 最最最受不了的呢 是有个包泰迪的一对夫妻 欺负我家的大宝小宝 还恶狠狠地踢了他们 此时的我真的想包些粗口 以后泰迪以及泰迪的主人 禁止来我家 我真的搞不懂呢 这些人为什么非得想尽办法地 进到院子里呢 更何况我都在门上贴了 禁止入内 我回不来的情况下只能找在里奖的朋友 每天来修补现场 我以为我的抗压能力足够强大 当我回到建山小院 我还是哭晕在了现场 我家被破坏的现场是这样的 这样的 还有 这样的 我们都会加快去落实 虽然有人说 不要用免费的东西考验人性 但是建山小院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回归 回归到属于每一个人的诗和原方 回归到人性的美好 当我们真正完成好了这个小院 我相信你们记得了 一定不只是一个网红大咖点 而是关于舍不得的理想 关于有一种叫做云南的生活 这个事情其实很简单 也就是 一些比较有理想 有追求的年轻人 到了云南丽江 租了一个地方 把这个房子改造好了以后 他们也不收钱 也不收取费用 就是分享美丽 分享这个世界的美好美景 然后呢 出现了一个问题 一开始 这些来的来宾 还都是比较有礼貌 比较有文明举动的 送他一些礼物 表示感谢 结果正好赶上前段时间 上个月过年 这个年轻人就回家了 回家以后 托他的朋友 在当地的立乡的朋友 帮他去照看一下 这个小院子 结果 哎呀 这麻烦就大了 因为 这个 他不收取费用嘛 然后呢 很多人都知道 这个地方好美景 在日照青山的美景前 然后呢 游客就闯进去了 而且不但 弄坏了他的围栏 门也弄坏了 遍地都是垃圾 自己的狗也被人伤害 就是这个照片 视频人都能看得到 那么这个事情就是 其实简单点说 也就是 一个 非常 善良的人 他善良的举动 想帮助更多的人 想分享更好的事情 给更多的人 结果 反倒被咬一口 那么这个事情 真的是非常的 我自己本身 我也很有感触 我们待会再说 我自己的事情啊 那么先说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 说明了几个问题 一开始 他只是简单的 把这个攻略 放一下 然后呢 有人要来 OK 他也欢迎 从一开始 简单的几个人来 到后来 变成来的人越来越多 知道吧 他自己花了这个 这个这个时间 心血去改造的房子 弄的美景 然后来的人越来越多 OK 没关系 他也一样去接待人家 也是免费的 去招待人家 结果呢 这都没有问题 关键是 他这人一不在 哎呀 他也在门上贴了字了 请勿 进入 请带走垃圾等等 他也跟这个 这个这个 很多牧民 而来的游客说了 你们如果想拍照的话 请在我家院子 外面的空地上拍 但是没有人听 大家就进去了 当然具体 这个这个房子 这个这块地 这个业主是谁的 或者是 或者是 我不清楚 他走之前 有没有跟他租 这个地本来 肯定属于谁嘛 他有没有跟这个房东 说好这个地方 怎么怎么样 或者是房东 他给了房东 什么权利 怎么怎么样 这个我们就不清楚了 但最起码 他在他的这个 租赁期之内 他是对这个地方 对这个房子 是有使用权的 结果 你一些外人进去 不但不好好的 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 还 还可以说 不能说是 非要刻意的 故意去破坏吧 最起码 很不珍惜 对方别人的 劳动成果 走的时候 还不打扫干净 真的是素质 低下到极点 OK 所以 这个素质问题 我们就不多说了 这个国内呢 是有些人 就这个素质 没有办法 这个觉悟这么差 就真的是 没有办法 OK 那法律层面呢 这个事情 就哪怕他没有监控 哪怕他没有视频 就不能报警了吗 就不能 警察就不能管一管吗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个 一个法治社会 之前我们聊过 这个这个这个 别的一些发达国家 这个这个这个 法治社会 依法治国 那如果 我们的法律 纵容 中国的法律 如果纵容这些事情的话 那么 以后你的法 还能够管别人吗 对不对 很多人都说 他们是啊 你看 很多去过小院的博主 都游客向记者称 是去看的 小院确实不收费 他们之前去 都会给主人发信息 登得主人允许后 再进去 知道吧 然后呢 一位游客表示 自己14日去的半小时里 大约就有四五批人 在门口拍 当时 院子大门 左侧的栅栏 就已经躺在了地上 院子 始终有人在那里 然后游客也 真的是不明白 为什么会怎么 这个样子 真的这个照片里面看 简直是惨不忍睹 而且还不知道 有没有 现在还没有确认 无法确认 屋子里 有没有丢一些东西 有没有丢工具 丢一些 别的一些 器材 你看 对此 有律师表示 依据相关法律 非法入侵 他人住宅 未经人告知 离开 不得 不得进入 不得离开 未构成犯罪行为的 处这个 十日以上 十五日以下的拘留 并处于五百元以上罚款 前提前较轻的 可以怎么怎么样 所以 那么既然是 有法可拘的 那么为什么 当地的这个 这个这个 执法者 就不能帮这个 不在家的人管一管 如果在国外的话 如果是在加拿大 在美国 在西方任何国家的话 哪怕房东不在家 只要有人报警 警察就可以到 现场去观察 现场去看 设想一下 当时这个房主 他在自己老家 在回老家过年了 OK 他发现有人在他那边了 虽然当时不知道 不知道此时此刻有没有 但是 他最起码可以打个电话 给警察报个警 警察可以去看一看 按照这些游客所说的 当天 其实每天这个游客 都是路易不绝的 每时每刻都在 有人往里面去 那么这样的话 警察其实完全可以 很顺利的就能 抓到线的 抓一个是一个 我不是说警察非要去 抓人去处罚怎么样 最起码 抓了人以后 警察可以拉一个 封锁线 警戒线把它拉起来 对不对 贴个牌子 你拆签的时候 你不是会 会大字报贴起来吗 拆签 两个字 你也可以警察拉个帖子 拉个拉个条子 把它给圈起来吗 最起码可以暂时的保护 这个业主的这个 这个这个个人权益吗 法律权利吗 对不对 但是 没有任何人做这样的事情 这就为什么 过年期间 是不是 这个这个执法者 都都比较忙着 过年处理别的事情呢 这都值得商榷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第一 能够体现出 这个这个这个 没有素质的人 真的是 就没有底线 我一再强调这个普世价值 他们的这个价值观 它到底在什么地方 对别人一点点尊重都没有 那还谈什么别的别的别的东西 对不对 没有什么可谈的 那么 说回到这个这个 这是国内的 说回到国外的 国外我跟外国人接触呢 基本上没有碰到过什么太夸张的事情 但是跟中国人呢 我有过一些不愉快 就是我自己 这个以前喜欢钓鱼吧 我现在也很喜欢 只不过没有时间去钓 我很喜欢钓鱼 但是呢 一开始呢 我都会把我自己 自己开发 我自己探索一些钓鱼的点 我都会告诉别人 怎么去找这些点 怎么样 然后到后来 我就发现不行 不能这样去做了 为什么 太多的人去钓鱼的时候 他们根本不按照法律的规定 去留多少鱼 比如说某一种鱼 你只能留四条 很多时候我说不管的 逮到就是 钓多少 拿多少 因为这里的警察很少 并不是所有人 都能被抓得到 他们就抱着这种侥幸心理 反正就多待 当然也有人被查到的 所以我就觉得 这样的话 我就不愿意告诉你们 哪些比较好的掉点了 这个地方就比较多 因为你们根本就不按照规定去 不遵守规定 只是抱着一种侥幸心理 因为加拿大这里 这个警察比较小 警察比较少 所以说他们就抱着这种 语警 不会查到我的 这个这个 侥幸心理 反正就这样 拖一次 干一次 拖一次 干一次 就这样 我就觉得这样的话 那我就不愿意分享 我喜欢的一些 比较好的一些 钓鱼的钓点了 这是一件事 还有一件事 我自己 我来加拿大以后 听到一开始 听到最多的一句话 就是加拿大真的是一个 好山好水 好无聊的地方 很多人称我们 温尼博是一个温村 这个村子 就像农村一样 OK 永远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自己没有好好的融入本地的社会 就抱怨这个 这个这个本地 这个这个 没有玩的 什么地方都没有好玩的 无聊 没有夜生活 什么都没有 实际上 温尼博有很多很多的 音乐节 体育活动 就因为这样的原因 我自己搞了很多活动 除了这个以外 我还成立了这个微信群 本地的华人微信群 我免费送门票 我真的是 这个群里面 我只发免费的信息 和一些打折的信息 我帮助群友们团购门票 我自己处理 我不挣钱 真的是不挣钱 然后我经常送一些冰球门票 只要我有免费的门票 包括我们温尼博的 闭血节门票 只要我有免费的 我都是免费送 结果你看就在前两天 前几天你看 我送这个球票 我说的很清楚 我说四点了 距离比赛 还有两点五小时 因为我都是到比赛前 开始送嘛 有少数门票 每人一张 怎么样 大家要是抓住机会 有人说OK 有人立马就开始跟我联系了 我说的很清楚 请和我私信联系 然后有人就发信息给我了 我说了 有人是发信息给我 说过了大概 我看四点零八分 真的是很多人找我拿这个票 然后过了八分钟 有人问我 我们家两个人 两个人一起付钱 可以要两张 他跟我说他付钱 他知道我只给一张 他说另外一张 我可以付钱 是这个意思 我说不好意思 这个跟钱没关系 已经出完了 不好意思 我很有礼物 我说真的原话是 已出完 出完了已经 不好意思 这是我的原话 然后他回我一句什么话 连截图才八分钟 出完了是真的吗 这个话就让我很火了 后来我就 我就截了个图 是别人跟我要票的截图 包括时间 当然我没有透露对方的姓名 我只是把这个截图告诉 时间点 他是 在他发的信息之前 已经发了 然后我又补充了一句 我说 你不相信我 没关系 希望你以后可以相信 这个世界还是好人多 知道吧 我觉得在加拿大这个社会 我来这么多年 我就遇到过很多好人 好事 真的 我有朋友 掉了钱包以后 老外捡着钱包 给他亲自开车送到家里来 我在我爸 我岳父在我们小镇上面 有一次在加油站加油 加完油以后 因为天气冷 车子打不着火 有一位老太太 我看着都可怜 老太太可能有七八十岁了 她说需要帮忙吗 我们说没关系 我们自己解决 老太太自己开车回家 拿了这个接火的线 我们都说了不需要她帮忙 因为她老太太 我们想办法打破 打电话 喊朋友来 就她自己主动的就 开着车回去 五分钟以后就回来了 带着这个连切的连这个电源线 接着她的电瓶和我们的车电瓶 帮我们搭火 就真的是很多这样的好人好事 但是有很多中国人 来了以后还是不能摒弃 在国内的这些 这个低素质的这种想法 出了国以后 还是以中国式的思维方式 去看待这个世界 去对待别人 去猜忌别人 去诋毁别人 所以导致对别人没有信任感 当然我能理解在国内 你被害惯了 被害多了 害怕 OK 但是你已经离开了 你终于来到一个 你想没有人逼你来加拿大 对不对 没有人逼你来移民 是你自己向往的地方 你自己追求的地方 你应该追求 出来出国之前 就已经做好很多调查 你现在到了这个 你的梦想之地 为什么你还要以这种 旧思维方式 去思考新时代的 这个新生活的这个 这个社会现状 对不对 你如果不喜欢这里 你不能向你这里 那你回国嘛 没有人逼你出来嘛 我一直这样说 没有人拿着枪逼着你 必须移民加拿大 没有的 你来了以后 可不可以按照加拿大 稍微加拿大一点 这种先进的思维方式 去去去去 去对待别人 去看待别人 不要这样猜忌别人 就像这个云南这个事件一样 我觉得 我以前 说实在话 我以前很长一段时间 我是觉得这个世界上 人之初性本恶 我一开始是这么相信的 因为我相信当两个婴儿 为了争奶吃的时候 可以杀得你死我活 后来我认识我太太以后 真的是我 我长期和我太太生活在一起 我慢慢慢慢被她感化 包括我来加拿大以后 我真的现在 我是断定这个世界上是好人多的 因为我生活在一个好的社会里面 positive一个非常优质的社会里面 大概都是非常积极的 是一个正循环 不是一个负循环 不是一个死循环 我真的是自己我有改变 对不对 我可以很自豪的说 你看我烟我也戒掉了 我也不抽烟 之前聊过新加坡的视频说过 我在国外就不会被罚款 因为我不抽烟 我尊重别人的文化 对不对 这些恶习我能改的 我都改掉 对不对 因为我也希望自己能够积极向上 对吧 所以 这个事情 回头来说 这些一开始去 没有花钱 还给这个房东带礼物的人 还是有很多很多好人的 我也相信 有很多人去了现场以后 也没有破坏他的东西 但是往往就有这样 少数的这些 所谓的一颗老鼠屎 换了一锅粥 往往也就是这样的人 导致我们中国人在海外 在世界上 这个世界国际地位 被别人看不起 因为很多人 往往就是人家说嘛 好事不出门 丑事传千里 这些丑事 会被人惊香的去传播 到最后大家 就这样传播开来了 就对我们的中国人 整体的这个 这个印象就很低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自己 稍微做好一点 其实很 举手之劳嘛 你只要不破坏 别人的房子 不破坏 别人的领土 就行了 我送免费的 球票给你 你没有抢到 你下次 稍微早一点 对不对 你稍微提前一点 经常关注一下群内信息 不就行了吗 再退一万步 之前我聊过一期 关于这个王志然素质的问题 你就算对我有不满 你有点素质 不要说出来行不行 我没嗨你吧 你在我这没有任何损失吧 最起码 你干嘛非要说一句来 你这八分钟是不是真的 你非要在公众场合下 让所有人都来质疑我吗 我到现在都没有把这个人 踢出我的群里面 因为我觉得 我没有必要那么小人 对吧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事情大家完全可以和睦相处 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健康的生活在一起 非要搞到这个样子 我真的是觉得很遗憾 我也希望 如果你看到这个视频 以后你再考虑要出国 要移民 如果你有一点点 这样的想法的话 希望在出国之前 先考虑好 你出国以后 到底该用一个 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去生活 对吧 当然还是那个话 每个国家都有好人 都有坏人 我不是说 就一定你到加拿大 加拿大一定全是好人 不是这样的 但是希望你自己 首先先健康思维起来 这样我们的生活 才能过得更美好 更快乐